欢迎收看小熊老师 陪你教数学 这个我们看甲道跟七人之中 选五人排一列 以之甲必中选 则有几种排法 也就是说老师要在这七个人之中 比如说篮球队七个人里面 选五个先发 那因为甲是特别厉害的 所以甲一定会选到 那有几种排法 那注意这里他排一列 所以这五个位置是有差别的 也就是说你先发 还有分这个什么 那个前锋啊中锋啊后卫啊这样子 那以之甲必中选 但是他并没有说甲一定要在什么位置上 那这样子的话会有几种排法呢 那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说是不是P6取四呢 比如说这个七个人中选五个人 那因为已经知道甲一定会选到 所以剩下的六个人里面再选四个人出来 那因为排一列 所以这个位置顺序是有差的 那是不是P6取四呢 那你看我这样讲完应该就会猜到不是吧 那为什么 为什么 P6取四错在哪里 那随着你思考它的方式不一样呢 你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那所以说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是答案很简单 就是P级取七 就是C级取七 那像这一题的话要怎么做呢 P6取四的话会怎么样 那等于说除了甲之外的 以丙丁悟几根 这样子去配对 那是六阶除以二阶 也就是所谓的P6取四 也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 六五四三 成在一起 好 那说不是嘛 那为什么不是呢 为什么不是 如果你 有想到 然后你想象它不是的原因是说 哦那这样子的话我知道了 因为你这样子配完之后 比如说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物丁 物丁跟丙好了 诶那 甲呢 甲没有排进去吧 对不对 甲没有排进去嘛 那 所以你就想说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得到说 那如果甲排进去了 它会有 变成是几重的 甲可以插在最前面 也可以成为第二个 就变成物甲丁跟丙嘛 那如果是第三个就是物丁甲跟丙嘛 也可以插在这里 也可以插入在这里 那因为我们前面P6取四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把丙丁物几根到底要选哪四个 以及这四个相对的顺序 我们都已经决定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甲再插进去的时候呢 其实 由这个P6取四也就是 这个360个里面 某一个所得到的乘以五 因为甲可以选五个 所以这题的答案的确就是这个P6取四乘以五 那P6取四是360嘛 所以这个乘以五之后是1800 如果你刚才想的不是这样子 你刚才想的说甲应该要一起进来排 像我刚讲的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说用叉的搞不好会 会会会搞混啊什么的 好那我们不用插入的 我们甲一起进来排 所以怎么样呢 就是说以丙丁物几根 选四个出来的时候先不要排 那你的答案就会变成是 C6取四 先选出来不要排 也就是说以丙丁物几根呢 先配对给圈圈圈圈 叉叉 所以是六阶除以四阶二阶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变成是这个C6取四 C6取四的话呢 没有排把甲叫过来 一起排 所以还会再乘一个五阶 这个C6取四的话 刚才讲他是六阶除以四 四阶二阶 六阶跟四阶约掉 就是1234约掉还剩下五跟六 那30取以二是15 所以15乘上五阶呢 我们前面算过是120 那这个乘起来仍然是1800 那在这里还有方法三 方法三就是我们所谓的排容原理 就是这个也叫取舍原理 排你先怎么算 然后排开不要的 然后包含包容要的 然后这个或者说取舍嘛 留下要的舍去不要的这样子 那或者是说你有可能有重复算 把重复的扣掉 你可能有漏的应该算还没算的 然后把它补回来 重复扣的补回来 这样都叫做排容原理 或者叫取舍 取舍法之类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先不理这个假币重选 七人中选五人排列 那这样是P7局 然后怎么样 你说要假币重选 那我扣掉假一定没有 假一定没有就会变成怎么样 变成乙丙丁悟己跟六人中选五人排列 现在还是有五个名额 只是假不用了嘛 所以是P7取五减掉P6取五 那P7取五的话是 这个七阶的前五个 7 6 5 4 3 P6取五的话是 就是六阶 减掉720 6 5 4 3 2 乘乘乘乘乘乘 那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 5倍的6 5 4 3 就是5倍的6 5 4 3 就是5倍的6 5 4 3 就是P6取四 你就会发现 就是这个答案没错 还是1800 好我们这场课还有点时间 大家再来复习一下 前面集合的连级 我们A连级B连级C的这个部分 我们之前是用画圈圈的概念去讨论 说会涵盖到哪几块 那因为在更多的时候 到四个的时候 你就很难画圈圈来看了 那我们要从事件条件的角度 去让我们正确的想象它一次 A或B或C 那我们要了解到说 A其实是一种条件 所以你满足的条件越多的话 剩下的是越少的 当我只讲A的时候 它其实意味着 有没有B都无所谓 我就是有A的我就要 对不对 所以说A的这个区块里面 会含有有B的部分 跟没有B的部分 所以说你在数A这一圈的时候 你会自然的把A 而且有B和A 但是没有B 都数进来 接着你在数B这一圈的时候 你会把B 而且也符合A 和B 但是不符合A的也都数到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既符合A又符合B的是重复算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去扣它的需求 我们之前讲说 如果这个要求它的总数量 那是这个A 我就不写这个N的记号 因为写太多很乱 大家知道有就好了 A加B加C 我们说会扣这个A交B 那我就说我们之前都是在这个图形上看 因为重叠到了 那现在从这个概念上去想象去讲解 为什么会要扣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我们在数A的时候 其实涵盖到它 数B的时候也包含了有这个 对不对 然后再扣A又C的 所以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我数A的时候有数到 有A有C 数Z的时候也有数到 那就重复数 我们是要数它的 只是说重复数了 所以我们就扣一个回来 然后再扣B且C 这样子 那这样一来导致中间被扣光光 我们这前面数过 123加3次 123扣3次便没有 所以补加一个 可以吗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进一步来讨论 如果有四个的话 那因为四个就很难用这个圈圈画出来 它的那个交汇的情况 所以我们才要去用说明的 所以我一样 如果要去数它的数目的话 那A有B C D之后呢 就像刚刚讲的 等于说你在数A的时候里面也包含了 又有A有B 就符合A又符合B 你在数A也包含了符合A又符合C 符合A又符合D 那也就是说我的这个A里面 我写在下面 A里面有 就含了A交B A交C A交D 那B里面也含了 B交A 那就是A交B嘛 也含了B交C B交D 那C里面也含了A交C B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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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发现 这个 这个 其实啦 就是说 只要是两个交集的都被重复一次了 因为就是在A有在B有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扣它 扣A交B A交C 那这个我们之前也示范过 我们在数的时候 要怎么样才不会数漏 1 2 1 3 1 4 然后2就不跟1数了 往后数 2 3 2 4 然后3 4 总共会有6项 总共会有6项 扣A交D 扣B交C 扣B交D 扣C交D 接着呢 那应该能够想象就是 我们还有三个交叠在一起的情况 对不对 那三个交叠在一起的情况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以这个A交B交C为例 A交B交C 这个啊 在A这里被数一次 在B这里也被数一次 在C这里被数一次 它被数3次了 它在A交B的时候 会被包含进去而扣到 在A交C的时候 也会被包含进去扣到 在B交C的时候 也会被包进去扣到 所以又扣3次就没了 所以我们要把三个交集的加回来 那三个交集的会有几个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四项有三个交集的话 就是漏一项嘛 所以你分轮流少一个 ABC就少D嘛 少C就是AB租嘛 少B就是AC租 少A就是BC租嘛 那我会带学生做这个练习 就是比较数肉 习惯他怎么数 本身是很重要的 OK 那还有最后的 四个都交在一起的 到底我要加几个 还是扣几个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四个都加在一起的 被数过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 扣1 2 3 4 5 6 因为你只要你数A交B 就是说我A交B其他无所谓嘛 所以符合A交B都会被包进去的话 那一定也有这个在里面 所以他在数A的时候会被数到 他在数A交B会数到 他在数B交D会数到 这个也会被数到 所以他被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扣1 2 3 4 5 6 再加1 2 3 4 次 所以他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总共他其实已经被加了 8次扣6次 所以还有两次 我们是要一次的 所以要扣一次的 那食物上在做的时候 没有我们刚才这样讲解的 好像有点难想 他其实很流畅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的就是加 两个的就是扣 然后怎么样 三个的加 四个的扣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规律性的 可以吗 那这个条列他的这个能力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 那之后都会用到 那我们这两个上到这里